1 2 3 修理車手困沙灘 實際名壯漢一次排開用力推 加上後方另一台車 也掛上繩索 從後方推拉 但不管怎麼用力 車子就是停在原地 一動也不動 一群人累了半天 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還有像這台吉普車 也同樣受困沙地 後方另一台車猛力一拖拉 車子還倒退 差一點翻了過去 一定卡的 像這樣車子深陷沙灘 進退兩難的意外 在海邊經常上演 我的車主由沒猛力大踩 想要脫困 但輪胎在沙地上高速轉動 容易造成磨損 另外用拖拉的方式 道路救援 也會影響輪胎定位 還有傳動軸 甚至低底盤的跑車 要是卡在沙灘 底盤的零件磨損更是嚴重 強力拉扯帶來拉扯它 回到比較硬的路面 一些連桿的變形 或者是定位會跑掉 還有的人遇上漲潮 車子還來不及離開 就已經泡在水裡 成了名副其實的泡水車 不管是變成泡水車 還是脫困過程中 傷害車子中央零件 車主貪圖一時方便 想要在沙灘上遲程耍帥 最後若得付上大筆維修費用 恐怕更是得不償失 記者言語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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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捏造的 走到 走到 走到